在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2025上 苹果为iPad带来了史上最具变革意义的系统更新 iPadOS 26 这一版本不仅为iPad引入了接近MacOS的操作体验 也让曾被戏称为大号iPhone的iPad正式迈入类电脑时代 对于那些早在2021年就入手了M1芯片iPad Pro的用户来说 这次更新无疑是一次回血级的重启 这台设备终于可以不再只是看片画图或刷网页的昂贵平板 而是真正承担起日常办公和内容创作的重任 iPadOS 26最核心的升级集中在多任务处理能力的质变 苹果首次为iPad引入了类MacOS的红绿灯窗口控制按钮 这不仅是视觉风格的统一 更是操作逻辑的深层融合 在这个新系统中 App初次打开仍然是熟悉的全屏 但用户可以手动将其窗口化 再通过键盘加触控板或鼠标的拖动 像在Mac上那样对窗口进行任意缩放和定位 配合改进后的分屏和slide over体验 这使得iPad不再局限于两三个APP的割裂操作 而是进入了真正的桌面极多任务处理范畴 对了 说到Mac和iPad 他们已经在618活动中跌出历史性低了 Mac mini甚至跌到已旧换新的2000多 感觉这时候买这些价格已经下探到底的机型 会更加具备性价比 感兴趣的可以在东哥纳搜索搜抢福袋165拿津贴 与此同时iPadOS 26在文件管理方面也进行了一次史诗级的重塑 全新的文件APP不再是此前那种简化版的过渡产品 而是彻底朝翻的靠拢 用户不仅能在熟悉的侧边栏和文件数中快速浏览 还能设置特定文件类型的默认打开应用 真正打通了iPad的文件系统的灵活性 更令人惊喜的是 MacOS终究复盛名的预览功能首次登录iPad PDF图片等文件可以在不打开专门APP的情况下 快速浏览批注 这对办公用户尤其重要 不仅如此 录音APP也在iPadOS 26中的到了专业级强化 支持通过AirPods进行无损录音输入 这对于播客创作者 采访记录者无疑是一个重要升级 甚至连MacOS用户习以为常的触控版手势操作 也被引入到iPad中手势缩放 三只滑动 应用切换等操作 一印俱全 在搭配妙控键盘或蓝牙触控版后 操作体验与Mac几乎无缝 苹果还为创意人群带来了更强的工具库 手机APP登录iPadOS 为用户提供了日记与记录生活的新方式 而老牌的备忘录APP 也首次支持三维绘图及芦苇笔风格书写 使得这款简洁的笔记工具 进一步增强了绘图和表达能力 这些升级不仅是井上添花 更代表iPad在内容创作和记录层面 正逐步摆脱对外部APP的依赖 变得更加完整和强大 这一次的iPadOS更新 真正让人感受到苹果对生产力工具 这一定位的在思考 M1 iPad Pro自2021年发布以来 其强悍的性能一直被系统限制 这颗芯片为iPad带来了什么 如今在iPadOS 26的加持下 这台四年前的设备终于有了属于它的用武之地 当多任务窗口控制 Finder级别文件管理 Mac是首饰操作全部开放 配合原本就强大的硬件和生态系统 M1 iPad Pro从吃灰神器 转变为轻办公首选 绝非夸张 从另一个角度看 iPadOS 26不仅是在更新功能 更是在释放老设备的潜力 也是一种对用户投资的回馈 它证明了苹果并未放弃打造 可替代电脑的iPad梦想 只是在等待时机成熟 而现在这个时机终于来了 如果说此前的iPad是平板电脑 那如今搭载iPadOS 26的iPad 尤其是那些拥有M1芯片的设备 已经真正进化成了mini版的MacOS系统 这不仅是一场软件层面的更新 更是一场认知的重塑iPad 已经不是那个只能娱乐的次等设备了 对于老用户而言 这是一次迟来的兑现 而对新用户来说 这或许是入手iPad的最佳时机 对于新iPadOS你怎么看呢 不妨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独特见解 与大家一起探讨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可以的话帮忙点个赞 转发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们 如果期待后续更多相关数码内容的更新 也欢迎关注我们 这里是私赞 分享数码前沿信息 偶尔写写测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